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哦 王莫的身份在一轮里当中一直都被受采疑 可不要想想王莫 虽然王莫在人类世界的成绩并不突出 但他却受到了意外的尊敬 之所以王莫能够变成这样 就是因为父亲的影响 刚开始王莫还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 但后来曼多拉女王和冰公主 向人类世界发起挑战的时候 王莫终于知道自己的父亲 竟然是灵溪格的阁主 也就是火灵主 这样一来 火王子和王莫的关系也就非常明了 王莫的父亲是火灵主 火王子的父亲也是火灵主 王莫和火王子就是兄妹关系 也没有想到从刚开始 敌人最后竟然能够转化成兄妹 这个跨度非常大 就连王莫都没有感知到 王莫在夜罗莉的积极当中 已经变得越来越突出 王莫也是一个被富有主角光环的人物 相信王莫以后在夜罗莉 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强 毕竟有着父亲的遗传 除此之外 也能更好处理就没关系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